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茶汤惠 我是武童浩 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过 就是最近有一个 一直在新闻上出现的草案 也就是平均地权条例修正草案 原本我们还想说 可能7月1号就会通过 后来它不是延后吗 那这个新闻呢 它有一些后续 后续的话就是想说 它是说不逃了 打草房修法卡关 七都预售换约全上涨 那最近就是行政院司 就是通过那个 平均地权条例的那个修正草案 那送立法院审查后 就是一度掀起了 那个投资客的逃命草 那就蛮多人担心 一旦就是通过 就是预售屋就不能转售了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 纷纷降价求售啊 有的甚至原价平转求售啊 那日前就是传出 立愿根本没有排审后 投资客的信心似乎又回来了 那现在就是根据这些统计 包括新竹县市跟七大都会区 今年5月预售屋换约的 转售单价就全部都是上涨了 跟去年12月相比新竹县市 预售换约单价从 一瓶34.2万涨至37万 涨幅高达8.1%最多 那高雄的话是涨幅也达8% 另外新北桃园台中台南 涨幅都在4到5%之间 台中桃园预售换约 均价一瓶到35万上下 那新北就达52万元 台北市涨幅仅一%是最少的 不过换约均价也来到98.3万 已经接近100万一瓶 那修法卡关投资客 至少就是多了三个月的逃命时间 售价也不再下降了 若是再有变数 恐怕就会掀起新一波的涨势 其实他这个东西呢 原本我们不是还要讲说 他有可能会到9月吗 但是他这个新闻 我觉得重点就是 原本预期法案可以在本会起排进审议 但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一直没有排审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现在房市热度降低了 因为疫情严重的关系 所以不少人会认为 连下会期都可能过不了 他这东西到底会不会继续讲啊 还是就这样停止了 因为选举到时候会过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 当然是个人猜测啦 因为你离选举的时间近一点点去打 那可能是不是对选票比较有帮助一点 不然你太早的话 可能就离投票时间太远的话 怕人家忘记你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是你太快太早打 那可能一下让 你知道吗 都开心的事情 人家很容易忘 但是你很早打没有 就是让投资客来不及逃 那记恨会记比较久 你知道吗 投资客会记恨记比较久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也有可能 因为他后面还有讲到说什么 加上疫情升息循环 地缘政治等负面黑天鹅因素影响 我觉得就是说 他现在把这个时间延后 对于投资客来讲 等于是有略失小会了 请记得这个政府的恩德 多给你三个月去逃 对不对 那又接近快要投票的时候 政府也真的有打房了 应该有打草房了 比如说三个月之后 那他这个立法通过 对不对 然后开始实施 那对于人民来讲 这个实施的时间很 距离时间投票很近 就记忆犹新 所以也许这个时间点 是一个策略 有可能 因为我们上次在讲说为了一个副的监裁院院长的这个人事命令案而去延后这样的法令 他们难道不知道会有一些人有声音吗 那但是他们应该是觉得说 那对于整个策略来讲 选举策略来讲 可能啦 这当然都是个我自己猜测啦 往后 延后实施 可能是多方都讨好的 有可能 可能投资客也觉得 好啦那你给我三个月 那我能够转出去 那也许 这个恨意就没有这么的浓 在选举的时候 可能 就比较有更好的几率 就是让他们更喜欢政府一点点 感觉上是这样子啦 那有的投资客可能觉得说 太开心了 那就是应该是看起来 应该是不会打了 我是觉得不要这样想啦 前段时间在 1月2月的时候有讲 那个时候很多投资客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不会 那等到真的 那时候说7月1号实施 接近 这个大概5月4 5月的时候 那大家觉得给的时间很少 爱哀叫 很痛苦 要命了 对不对 结果现在时间稍微延后 你就觉得有可能 他就是不会再打了 你可以继续这样 不可能啦 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除非说 他想要得罪更多的 就是非投资客人群 投资客千万不要自己觉得说 我手上也有一张选票 他要是得罪我们这么多投资客 他怎么办 你要知道 投资客你毕竟是少数 就是我们用这样去猜测 好不好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要以 雇选票为主的话 投资客毕竟是少数 然后再来你说 雇整体经济啦 等等怎么样的 那当然 我用比较我个人 这种你知道 比较尖诈一点的想法是 如果是我 我先雇选票 再雇经济 为什么 好啦 譬如说 我把经济救回来了 但是我输了政权 对于我来讲 我个人来讲 好像没有什么好处 那到底会不会 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 不知道 那我唯一知道是 如果我继续 就是能够拿的政权 那应该 至少我自己很开心 好 你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说 我今天是 也许 经济没有顾到这么好 那我可以说 这个是全球不景气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 这次的经济动荡 是有必要的 因为政府必须要打击 投资客的投机行为 我们要伸张正义 也许这个对于 台湾经济来讲 会有短期的阵痛 但是在我们全民努力下 对不对 然后杜绝这种恶意的炒作 让房子是人人都可以住的 是不是 而不是投资商品 希望你们投我一票 我当选了 你真的好像政客 好讨厌哦 是不是 我当选了之后 那你可能也会认为 对啦 是啦 没有错啦 经济受一点影响了 但是 这些投资客 都被打的那个手段脚段的 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心里是蛮开心的 就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 常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心态 比如说 哇这个人他赚好多钱哦 啊我不会想说 我要怎么努力赚的跟他一样多钱 我只会觉得说 哪一天哦 他最好就是 就赔一堆钱 然后变得跟我一样 就只是想把他 人家拉下来 没有想说自己也要努力上去 哦 把人家拉下来 这种心态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也因为 但我没有说这个所谓对错 因为这个人很容易有的心态 每个人都会 哦 啊但是 就是说 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一些有心的人士 我不一定说政治人物 很容易被一些有心的人士 做一个操弄 也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不只是自助客受伤 或者是说投资客也受伤 但最后可能 这个掌权者他并没有受伤 他在这个当中他获利了 常常有讲嘛 像美国的为什么常常就是要 就是他要有一个全球的敌人嘛 因为他一定要有一个敌人在 他才能去讲话嘛 如果全世界 大家都跟他是好朋友 他有时候怎么能够用一些 这种 譬如说饥饿行销 就是其实你要讲说饥饿行销也可以 你要讲说恐惧行销也可以 他就是要有一个 恐怖的因子在嘛 嗯 他才能行销他的选票嘛 那当然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猜测 好不好 完全是一方之眼 但我只能讲说 呃 应该是不会完全不立法 当然也有可能到时候真的没有立法 那我就被打脸嘛 那就是被打脸而已啊 但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投资客你这个时候 你还不友善事出哦 等到真的9月人家真的 就像上次讲的 人家真的刀子要来的时候 你真的都没有话讲 而且连其他的投资客都不会帮你 其他你以为我们投资客一群啊 其他投资客在笑你 嘿嘿嘿 啊该走不走啊你就是自己活该 对不对 嗯 那这个在某些层面上也算是一个很高的政治策略 也就是说 我把时间稍微拉长一下 那也就是说让你们的 比如投资客这一群 你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是不是有人会先卖 那先卖成功跑掉的 到时候就会去取消那些没跑掉的 啊笨了 跟你讲说该走就不走啦 嗯 就有这样的状况 那也许对于政府来讲 他这个政令实施了 结果也没有得罪大多数的投资客 反而还蛮讨好的 那最后也实施了 那也严格执行的话 那可能对于一般的 就非投资客来讲 感觉也挺舒服的 嗯 那那个时候需要怎么样的新闻呢 一定是需要某某某 投资客 啊因为政令 然后突然就被很惨 然后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被断头了 等等的这些偶尔 就是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新闻 会释出出来 因为他到时事的时候 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被打中的人 嗯 对成为新闻嘛 那你希望被成为新闻吗 我是建议啦 真的是友善释出啦 如果没亏到钱的状况 因为你是你是投资嘛 你曾经有想赚钱 可能有的你也已经有赚到钱了 那见好就收吧 因为现在所有的民意 大家是对于这东西是不喜欢的 也许说他立法还没有起来 但是就是你不喜欢 大家不喜欢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 你又不是赚了几个亿 对不对 那现在也赚不多了啦 那为了那一些你要去背负一些骂名 我不如觉得你好好的 就是先把手上的案子先 先释出吧 但我的前提是 这个是你是短期的投资客 但如果你原本就是要走长期的 是要一些自产的 那当然不在这个范围内 你原本可能就是想说 我可能买个房子可以抗通膨的 不在这个范围内 那短期你就是想要原本 那种短期套利的 建议你就 就比较安全保险旗舰的做法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